2008年一时,娱乐圈最轰动的大事无异于《照片门事件》,陈冠希和女明星的1400张自拍照在网上曝光。 照片主角咖位之大,人数之广,无不令人瞠目结舌。 事件中的数个女主角,事业和生活遭受到的影响无疑是毁灭性的。 如今14年过去了,他们终有一些人还在娱乐圈的边缘苦苦挣扎,而有些人早已销声匿迹。 接下来,大家就一起来看看被牵连的女星吧。 1.陈文元 陈文元曾是TVB的小花旦,她作为演员和歌手名气不大,但是绯闻颇多,被称为绯闻导电体。 2006年的时候,陈文元打算退出娱乐圈,嫁入豪门。 当时她的男友是金融财俊金子药。 本来两人已经将婚礼提上了日程。 照片事件的突然爆发,让两人的感情一度陷入危机。 但是,两人很快又重归于好,并且透露婚礼会如期举行。 但是由于陈冠希照片事件的影响,金子药的母亲已改往日的态度,开始反对两人的婚礼。 随后两人的婚事一拖再拖,陈文元在豪门亭前徘徊多年,最终也未能如愿嫁给金子药。 2015年,陈文元和金子药分手。 后来陈文元与现在的老公结时,两人已经结婚生子,算是几个照片事件受害者中过得比较踏实的一个。 二、谢指慧。谢指慧其实和2008年的照片们没有关系。 她是在2011年陈冠希和杨永晴分手后,才和陈冠希牵连到一起的。 谢指慧出生于内地的一个小村庄,还在读中学时,她就开始刻意描眉画眼。 农妆艳抹,穿着打扮异常成熟。打扮上不一样也就算了,十几岁的年龄,就学人泡霸,混圈。 2010年,15岁的谢指慧摇身一变,成为一名性感的香港嫩魔,正是进入娱乐圈。 但是因为她相貌不出众,就算是进了圈子,也没什么名气。 为了出名,她只能自己炒作。 这才有了2011年8月,谢指慧对着诸多媒体的面,当众哭诉自爆,声称男明星沈志明对她图谋不轨。 没想到沈志明不上套,她没能炒作出来。 结果两个月后,谢指慧又来了一个大招,她与陈冠希的亲密合照,出现在了网上。 一时间,两人的事引发了热议。 谢指慧更是及时出手,开始深度捆绑陈冠希。 两个人的事闹得很大。 陈冠希虽然一直在回应,但却显得很无力。 要知道彼时的谢指慧,还是学校的一名中学生。 她不断炒作,学校只能让她上完当学期的课后,尽快转学。 不过彼时的谢指慧已经不在乎上不上学了, 就算是被陈冠希分手,也挡不住她的成名。 她借着照片们的热度成功进入了娱乐圈, 随后她又攀上了多名富豪,将自己整容成白富美的样子。 到了2022年,她彻底把自己作末了。 她因涉嫌没法宣传被拘留,将面临高额罚金和入狱服刑。 3.张伯芝 张伯芝刚开始自己的演绎生涯,就引起了周星驰的注意。 周星驰选中她参演了喜剧之王。 张伯芝也不辜负周星驰的期望,将柳飘飘演绎得如此生动。 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满口脏话的风尘女子,但却内心善良,仗义有爱。 随后,张伯芝在娱乐圈迅速走红,而且红的速度非常快, 仅仅几年的时间就成为了香港演艺圈的代表人物之一。 后来,张伯芝和谢霆锋恋爱,两人在娱乐圈一度被称为金头玉女。 2006年,两人在菲律宾结婚, 第二年两人的孩子出生。 原本婚姻幸福,事业顺利的张伯芝是许多人羡慕的对象, 但是这一切在2008年的1月戛然而止。 照片泄露之后,谢霆锋和张伯芝的婚姻关系还在继续, 谢霆锋曾公开表态会相信张伯芝的。 但是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后,张伯芝在飞机上偶遇成惯息, 心大的她竟然主动上前给陈冠锡拍了合影。 这次合影将这段婚姻彻底推向了末路。 次年,张伯芝和谢霆锋离婚。 离婚之后,张伯芝的生活变得低调神秘起来。 2018年,张伯芝的第三个孩子出生。 由于此前张伯芝并未透露过婚恋的消息, 所以对于孩子的生父,外界一直猜测不断。 这些年来,张伯芝一直在娱乐圈挣扎, 试图重回巅峰,但是已无可能。 她已经很久没有新作品问世了, 只能频繁地辗转在各大综艺之间。 4.演影思 演影思的情况,据说和陈能源差不多。 演影思是模特出身, 16岁的时候就曾出演过郭富城的MV。 作为演员,演影思第一次出演电影 就是和陈冠希合作, 之后又先后与舒淇、虎天乐、刘青云等人合作。 后来在电视剧《书见恩仇录》中饰演《香香公主》, 被人们所熟知。 她在娱乐圈一直以性感著称, 曾是陈冠希的绯闻女友。 后来照片泄露, 演影思也未能幸免, 但索性照片数量不多。 之后,演影思退出娱乐圈, 开始读书深造,低调生活。 2014年,演影思结婚, 婚后育有三个孩子。 前段时间,演影思出现在某社交平台上, 眼前的她依旧性感美丽, 岁月似乎并没有在这位美人的脸上留下什么痕迹。 如今, 演影思已经成为了某珠宝品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负责人, 在屏幕前介绍珠宝的演影思多了几分成熟干练的气质。 往事对演影思来说如同过眼云烟, 受到照片事件波及之后, 演影思清楚地知道, 自己所要做的不是去懊悔, 而是去成长。 虽然那件事给演影思的演艺事业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但是, 演影思成功地在其他领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并且活成了自己的女王。 5.陈思慧 陈思慧是个没有什么名气的小演员, 小歌手, 也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代表作, 更没有什么身份背景。 和张伯芝等人不同, 照片事件之后, 陈思慧的事业反而迎来了转折, 通告不断, 还登上了许多综艺节目。 后来照片事件的热度下降, 陈思慧也开始淡出娱乐圈。 照片事件虽然让陈思慧的事业风生水, 但是对她的生活影响还是蛮大的。 原本陈思慧已经打算和自己的建筑师男友结婚了, 但是因为照片事件, 两人的婚期延后, 不过好在男友对陈思慧不离不弃, 后来, 媒体还曾拍到陈思慧和男友逛街的画面。 两人身着情侣装, 食指相扣, 举止亲密。 据悉两人早已低调地在国外登记结婚。 有这样一位愿意一直陪在陈思慧身边的男友, 相信陈思慧如今的生活也应该很幸福甜蜜。 六, 陈玉如, 陈玉如, 许多人可能并不熟悉, 甚至听都没听说过。 她曾有翻版书旗之称, 2001年曾在香港参加华裔小姐选美, 虽然后来落选了, 但是她长得漂亮也是事实。 当时陈冠希作为表演嘉宾曾和陈玉如等人一起在广东拍外景。 陈冠希对于陈玉如的身材和相貌大家赞赏, 说她即使不化妆也很漂亮, 并且十分看好陈玉如。 早在照片事件爆发之前, 陈玉如就退出了娱乐圈, 并且到澳大利亚定居。 所以照片事件, 对于陈玉如来说, 可能就是过境的狂风, 风过之后,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昂首阔步继续自己的新生活。 七, 邓丽欣 邓丽欣是香港史上人数最多的女子团体CookKid的一员, 号称港版早安少女组的女团, 出道势头凶猛, 一手少女气十足的, 心急人上, 圈了不少宅男粉。 组合经过重组又解散, 她是里面发展最好的人之一。 邓丽欣当时是有名的夜长小公主, 她的花花新闻不比陈冠希少, 所以照片门事件爆出 虽然对她有一点影响, 但是比起其他女星来说, 只能算是小问题。 邓丽欣曾与方丽欣交往, 两人从2006年开始情侣档连拍了三部戏, 之后从地下恋情转办公开, 恋爱五年后才公开恋情。 在恋爱长跑期间, 他们多次传出过隐婚的消息, 就连时间地点都被港媒安排得明明白白, 但邓丽欣和方丽欣军否认了此事。 2016年, 一向低调的邓丽欣在社交账号突发长文, 毫无征兆地宣布和方丽欣分手, 两人还是走向了分道扬镳的结局。 2018年, 邓丽欣和偶像小生王子官宣恋情, 虽然两人属于异地恋, 但感情一直十分稳定, 邓丽欣还坦言彼此有讨论过结婚仪式。 不过这段感情仅仅维持了三年便结束了, 不知不觉间, 照片门已经过去了十四年。 昔日的风流浪子陈冠希, 如今四十一岁了, 她早已洗心革面, 娶了秦淑培, 成了恋家的女儿奴。 而那些受伤害的女孩们, 虽然有的演艺事业尽毁, 有的幸福家庭尽毁, 但庆幸的是, 经过时间的洗礼, 许多人现在都走出了阴影, 敢于直面过去, 更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 人生若梦, 往事如烟, 所有人都在为曾经的自己买单。 据港媒报道, 陈冠希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 哀悼工作人员龙哥的内容, 表达对这一噩耗的震惊和难过。 她上传了两张照片, 一张是望向天空, 寓意龙哥的安息, 另一张疑似是龙哥生前的照片, 配文表达想要与龙哥再次相聚唱饮的愿望。 2018年, 纽约时装周, 打头阵的模特, 有点不一样。 舞台上, 一位上了年纪的大叔, 身穿紫色糖装式小褂, 竖脚裤, 迈着轻盈的步伐走来。 这是她第一次走秀。 走秀前, 老板问她, 紧张吗? 怕不怕。 她说, 不怕。 其实, 她已经紧张到全身发抖。 为什么, 老板要让我这种从来没走过秀的人, 打头阵走第一个呢? 还好没出岔子, 顺利完成走秀。 之后, 老板又让她拍了一组品牌宣传照。 照片曝光, 她火了, 一度引起潮流圈的热议。 可她并无暇顾忌, 一心跟着老板。 老板去哪, 她就跟到哪。 老板在, 她就在。 她的老板叫陈关熙。 她叫龙哥, 陈关熙的专职司机兼助理。 陈关熙十二岁时, 龙哥就做了她的司机。 她曾说, 龙哥就像我父亲一样, 陪我玩, 陪我工作。 他们的关系, 早已超越雇佣关系。 直到最近, 噩耗传来, 据港媒报道, 龙哥去世了。 猝不及防的噩耗, 令人有点恍惚。 这时, 有网友发现, 陈关熙在个人社交平台更新了两条动态。 一张是天空的照片, 第二条动态, 疑似是龙哥的照片。 今年陈关熙四十二岁, 龙哥整整陪伴了她三十年。 细数过往, 饱长人情冷暖, 可龙哥一直陪在她身边, 与她共进退。 只有那一次例外, 2008年1月, 陈关熙让龙哥拿电脑去修。 维修前, 她手动删除了所有照片, 清空垃圾箱。 龙哥找了家乡十多年的朋友的维修公司。 因为信任, 她没有盯着对方修理。 一切看起来万无一失。 谁知道, 陈关熙的电脑如同潘多拉盒子。 一打开, 陈关熙和龙哥的世界开始天旋地转。 起初, 有几张照片流出, 接来自她电脑里已经删除的照片。 她不以为人, 跟朋友开玩笑说, 我要成为中国的希尔顿了。 慢慢地, 被曝光的照片越来越多。 她意识到情况不妙, 想办法挽救。 可来不及了, 被牵扯到的女星几乎心图尽毁。 对此, 陈关熙很无奈地说, 我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明天还有几张照片,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 我不想醒来, 我只想睡觉。 燕照门, 事件轰动全网, 愈演愈烈。 挣扎许久, 她决定站出来, 承担下所有过错, 向所有的受害者道歉。 还在发布会上宣布, 我将无限期退出香港娱乐圈。 一夜之间, 陈冠西成了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亲朋好友纷纷跟她划清界线。 众叛亲离, 爱情事业尽毁。 玩事不恭的她, 终于体会到被抛弃的感觉。 她开始闭门不出, 五天五夜在婚案中度过。 为了躲避媒体, 她藏在出租车后备箱15分钟, 几度想着要不就这样闷死吧。 可尽管这样, 还是平息不了公众的怒火。 陈冠西曾在采访中提到, 她受过两次死亡威胁, 其中有一次是子弹壳。 她怕了, 但无能为力, 只能逃。 顶着骂名, 她逃往美国。 这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龙哥没有跟随。 在燕照门的漩涡里, 龙哥既是当事人, 也是隐形的受害者。 事发后, 陈冠西把最恶劣的情绪发泄在龙哥身上。 她没吭声, 看着老板日渐消沉, 她比任何人还要自责。 当知道老板要去美国, 她选择留在原地。 因为她不开心, 就不想我过去。 随后, 她把老板的专车还回陈家。 在陈家工作这么多年, 突然从中抽离, 她很不适应。 那一年, 她什么都不做, 整天待在家。 脑海里时常浮现那些陪伴在老板身边的时光。 龙哥名义上是司机, 实际上更像亲人。 她有陈家的钥匙。 从进陈家起, 她每天负责叫陈冠西起床。 初中时, 陈冠西回加拿大读书, 她也跟了过去。 每隔几个月, 她都要回趟香港, 帮陈冠西买东西。 比如唱片, 求星卡, 全是陈冠西喜欢的东西。 在外人眼中, 年少的陈冠西不可一世, 唯独对龙哥, 她卸下所有防备。 龙哥, 对她照顾体贴入微, 她则用实际行动回馈龙哥。 每当发觉龙哥手头紧, 她就给其色灵花钱。 有一年龙哥生日, 她送了一块名牌手表。 她甚至直接跟龙哥说, 阿龙, 想买什么, 不用提前讲, 买回来, 直接开单就行。 为了方便, 龙哥上下班, 她花了三十多万, 给龙哥买了辆奔驰。 两人形影不离, 相互陪伴。 直到燕照门事件, 这一切戛然而止。 不在陈冠西身边的日子, 龙哥经常在想, 要不去找个工作算了。 就在她一筹莫展时, 陈冠西回来了。 推出演艺圈后, 陈冠西把心思放在了潮牌生意上。 2009年底, 她回国开店, 每次她都让龙哥去接机。 当离开时, 总会塞钱给龙哥。 龙哥说, 她知道我没有钱, 她就会把钱留下, 可能一万, 可能两万。 后来, 她的潮牌生意逐渐起色。 她成了真正的老板, 龙哥又当回她的司机。 最让龙哥感动的是, 当自己重病住院, 陈冠西知道后, 立马回香港看望。 别人很不解, 因为她的疏忽, 才让你身败名裂, 为什么还对她那么好? 陈冠西说, 你不知道, 我已经把她当成父亲了吗? 有一次, 龙哥接受采访, 被问道, 在生活中, 什么东西是你的定番? 他说, 我觉得我自己的生活 就是很定番的一样东西, 老板让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很简单, 这就是我心中的定番。 陈冠西至于龙哥, 是忘年的兄弟, 是陪伴。 龙哥至于陈冠西, 是亲人, 填满他内心关于家庭温情的空白。 无论低谷还是巅峰, 身边总有彼此, 他可以什么都不在乎, 只要你过得开心。 媒体人曾把这段关系比喻为, 作为陈冠西从小到大 最为亲密的人之一, 如果把陈冠西比作 超级英雄里的蝙蝠侠, 那么, 龙哥就好像是他的 阿尔弗雷德·潘尼沃斯。 如今, 每当娱乐圈有丑闻, 人们总会无比想念陈冠西。 对比之下, 他显得无比真诚和有担当, 只是, 再多惋惜, 也成了往事。 福西或所福, 或西福所以。 离开娱乐圈后, 他没有放弃自己, 而是另辟蹊径, 做自己想做的事, 变得越来越好。 一直用自己的方式传播中国文化, 为中国制造证明。 他反复强调, 自己生在加拿大, 但自己是中国人。 不再活在美光灯下, 庆幸的是, 有些人一直与他同行, 给他利养。 一如龙哥, 奈何岁月无情, 龙哥在这一站提前下了车。 以后的路, 陈关西只能自己去走。 记者曾问他, 如果可以回到过去改变, 会改变什么? 他毫不犹豫地说, 我什么都不会改变, 我活着就是为了证明他们错了。 陈关西十二岁的时候, 龙哥已经成为他的司机。 在漫长的时光里, 龙哥几乎参与了陈关西生命中 所有的点点滴滴。 陈关西曾感慨地说, 在他心中, 他们早已不是简单的上下级, 而更像一家人。 三十年来, 龙哥一直陪伴在陈关西身旁, 就像父亲一般陪他长大, 陪他工作, 陪他玩耍。 陈关西走到哪里, 他就跟到哪里, 陈关西示意他留在原地, 他就会一动不动。 直到最近, 龙哥的突然离世让陈关西 失去了这位多年的知己。 陈关西今年已经四十二岁, 他和龙哥共同走过的时光达到了三十年。 这其中步伐风风雨雨, 但龙哥始终如一地陪伴。 三十年的风雨同舟, 龙哥之于陈关西是最亲近的兄弟, 而陈关西也将龙哥视如父辈, 尽管两个人的身份地位悬殊, 但真情相待。 龙哥不求回报, 只愿陈关西开心快乐, 即使在低谷, 他也不离不弃, 这样情意令人动容。 龙哥的离去对陈关西的打击巨大, 但经历过种种风浪的他, 定能撑过这一打击。 他会用自己的方式纪念龙哥, 并坚持走好人生的道路, 这样才是对龙哥最大的回报。 失去家人的痛苦, 需要时间来抚平。 但友谊的心香和回忆的温暖, 会永远留存在陈关西心间, 这也是他之所以能继续走下去的动力。 哪怕龙哥只是一个普通司机, 但他用自己的方式温暖了人心。 他用三十年时间证明了什么叫做真情, 愿他在天之灵安好, 也愿陈关西能继续活出积极的人生态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